警方展开为期9天的执法行动 348人涉嫌参与诈骗、洗钱和非法贷款活动 正被警方调查 警方的文告表示 物落警署在上个月31号到昨天展开执法行动 共有228名男性和120名女性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年龄介于15岁到70岁 其中8人因为涉嫌参与超过50万元的洗钱活动 而遭到警方逮捕 另外有56人涉及贷款诈骗和大耳龙活动而被捕 涉案总金额超过了20万元 警方在行动中也是起货了超过43万元的现金 还有217人涉嫌参与总额超过600万元的电子商务、投资、求职等诈骗案和洗钱活动 需要接受警方的调查 另外有67人则是涉及总额超过25万元的贷款诈骗和大耳龙活动而被调查 感谢观看